这一节我们介绍博弈论在拍卖中的应用 为此先介绍拍卖的相关概念 拍卖意思源于希腊语 原意是增加的意思 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所著的历史遗书中 对古巴比伦拍卖的描述 竟然拍卖的是新娘 是婚女子为拍卖标的的一种拍卖活动 将女子按美丽健康程度顺序先后拍卖 让出价最高的男子中标成为新郎 起巴比伦之后 较大规模的兴起于古希腊 古埃及和古罗马 古罗马时期的拍卖的确开了一代先河 小到不依酒茶 大到土地房屋 还有奴隶牲畜 当然还有占礼品 拍卖业萌芽于古代罗马 但正式形成却是在17、18世纪的近代欧洲 1660年11月 英国出现旧船、废船拍卖 1689年2月 又有了绘画及手稿的拍卖 1739年首次拍卖房地产等 逐渐在1744年到1766年之间 拍卖机构大量出现 当今世界的两大拍卖行 苏富比和加什德分别在伦敦成立 同一时期 各个地区的拍卖市场也初见形成 从英国伦敦到德国汉堡 从奥地利维也纳到美国费城 功能齐全的新型拍卖行大量露面 荷兰已拍卖农副产品建长 英国已拍卖艺术品 马匹、羊毛、茶叶建长 美国则主要拍卖欧洲的生产资料等 而现在网络技术打破了传统拍卖的时间 地点、空间的限制 为拍卖行业和拍卖市场 带来了考验 也带来了机遇 这种不常见的交易方式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987年 美国经济学家麦克菲和麦克米伦 对拍卖进行了科学的定义 拍卖是市场参与者 根据报价按照一系列规则 决定资源分配和价格的一种市场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第三条规定 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 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转让给最高硬价者的 买卖方式 由此可知 拍卖是根据投标人的报价 来决定物品价格和资源分配的 一种有效的市场机制 市建立在竞争基础上 分派 稀缺物品的一种方式 拍卖是一种市场状态 此市场状态 在市场参入者标价 基础上 具有决定资源配置和资源价格的明确规则 经济学界认为 拍卖是一个集体 决定价格及其分配的过程 一般可将拍卖定义为 拍卖人接受出卖人的 委托或根据法律的强制规定 通过公开交价或者密封递价的方式 将特定财产出售给出价最高 而且超过底价的净买人而进行的买卖活动 大多数拍卖都属于直接价格披露机制 卖方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 买方则希望付出最小的成本 拍卖的性质是以转让 拍卖标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为目的的买卖活动 公开公平公正及诚实信用 为拍卖活动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拍卖博弈中涉及到两个概念 一是有效性 是指既要让资源经过拍卖 配置到对相应资源 也就是标的物评价最高的 当事人手里又要使得标的物的卖者得到最优的收益 二是机制 是指博弈形式 包括参与人策略级策略规则支付函数等 要使拍卖过程达到有效 拍卖的基本条件 一 拍卖必须有两个以上的买主 从而得以具备使买主相互之间 就其预购的拍卖物品 展开价格竞争的条件 二 拍卖必须有不断变动的价格 是由买主 以卖主当场公布的起始价 为基准 另行保价 直至最后确定最高价为主 三 拍卖必须有公开竞争的行为 是不同的买主在公开场合 针对同一拍卖物品竞相出价 如果没有任何竞争行为发生 拍卖就将失去意义 以下列出了几种拍卖的常见方式 其中 英格兰式拍卖 也称 增价拍卖 或 低估价拍卖 是指在拍卖过程中 拍卖人宣布 拍卖标的的起教价 及最低增幅 竞买人 以起教价 为起点 由低至高 竞相应价 最后以最高竞价者 以三次保价无人应价后 相推成交 但成交价 不得低于保留价 荷兰式拍卖 也称降价拍卖 或高股价拍卖 是在拍卖过程中 拍卖人宣布 拍卖标的的起教价及降服 并依次交价 第一位 硬价人 想吹成交 但成交价 不得低于保留价 英格兰式与荷兰式相结合的拍卖 是指在拍卖过程中 拍卖人宣布 起拍价及最低增幅后 由竞买人竞相应价 拍卖人 依次升高降价 以最高应价者竞得 若无人硬价 则转为拍卖人 依次降低降价 及降服 并依次降价 以第一位 硬价者竞得 但成交价 不得低于保留价 招标式拍卖 是由买主 在规定的时间内 要密封的标书 递交拍卖人 由拍卖人选择买主 两种最常见的形式是 第一价格 密封拍卖 竞买者们 要同时对 所卖的东西投标 出价最高的竞买者 中标后 便可以用投标金额 把东西买走 所有的竞买者 都是同时投标 并以秘密的方式进行 第二价格 密封拍卖 也称 密封次高价拍卖 每个竞买者 以秘密的方式投标 由出价最高的竞买者中标 但中标者所支付的价格 是次高的投标金额 只要其他竞买者的估价 比他的低 他就可以得到收益 反向拍卖方式 常用于政府采购 工程采购等 由采购方提供 希望得到的产品的信息 需要服务的要求 和可以承受的价格定位 由卖家之间 以竞争方式 决定最终产品的信息 需要的服务 总而使采购方 以最优的性能价格比 实现购买 定向拍卖方式 则是一种 为特定的拍卖标的物 而设计的拍卖方式 有益竞买者 必须符合 卖家所提出的相关条件 才可能成为竞买人 参与竞驾